我刚才看过了 三位 来 杰奇 让这个特别的家伙开始工作吧 什么 这是榨汁机 这怎么可能呢 为什么不可能呢 又没有人规定它只是洗衣机 而不能当榨汁机 来来来 我演示给你们看 有 你别不相信啊 欢迎欢迎 谢谢 谢谢 快进来坐 来 进来 谢谢 太好笑了 太难看谁来 你好 太好了 我太相信了 伯雷二 你怎么样 还好吗 谢谢 来来来 快坐 怎么了 请一请 坐 稍等一下啊 下面呢 我要给你们一个惊喜 你们看啊 来 尝一尝 我专为你们准备的 嗯 哦 怎么了 喝呀 起来 有很多哦 我以为你们准备的 雷二三 三 一 二 四 五 现在有多事呢 不到两百 分四个时段训练 现在是夜晚半的训练 小龙 我们还是谈谈全美国际大赛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调养一下 不要着急 我觉得没问题 来吧 其实我现在对你的截拳道理论 越来越感兴趣 你知道我多年来一直喜欢结交武林中的人 可是还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人 在你这个年龄能创立一个武术文派 教授 来 坐 一诺教授 我和您的看法不一样 截拳道不是一种文派 而是一种思想 截拳道没有什么招式的限制 也不属于任何套路 确切地说 他是一种逻辑思想 他追求的是 深邃心动力 小龙师傅 按照你这个说法 武学家对决 岂不都是外行打架 按这个逻辑 这个世界上岂不没有武学可言 好吗 你看 你看 你根本 没有任何武术招式 你也没做任何的思想准备 你一伸手 就把他给抓住了 一切都来自于自然 毫不浪费时间 你没有下蹲 也没有一些传统的套路动作 要不然 你不可能把他抓住 就是这样 这就是我的 不学理念 小龙啊 这的确很有说服力啊 来吧 教授 我们 先不谈这些 理论问题了 来 帮我分析一下 怎么能够赢得全美冠军 小龙 可是 我很担心你的身体啊 你也看到了 没问题 好 那我就谈谈我的意见 其实这次 最有实力的竞争者 只有三个人 劳力士 你还有朴正义 而其中劳力士的实力最强 你只有和朴大师 互相切磋 取长补短 才能与之抗衡 好 我马上找他切磋 一 三 一 二 好 干什么的 我找你师父朴正义 我师父不见客 不管他愿不愿意 我都要见到他 师父 朴大师失礼了 我听说您参加过全美的空手道大赛 被尊为是跆拳道的天才 但据我所知 您还无法和劳力士抗啊 如果您想战胜劳力士 咱们两个人必须相互交流切磋才行 你是何人 李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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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李小龙 布鲁斯利 叫做 父哥 李小龙 没错 正是本人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切磋交流 你现在小看我 我理解 你是鼎鼎大名的跆拳道天才 李小龙 不过是一个无名之辈 可是我跟你说 要是你跟我过招 不用三个回合 我就会让你躺在地上 师父 让我来教训教训他 是 我 是 我 你 我 是 你 你 我 我 是 一个 我 我 你 你 我让你躺在我的衣服上面 我让你躺在我的衣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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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躺在我的衣服上